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男儿生来扛枪打仗保家为国的意识根深蒂固 因此 李宝宝名字既是宝宝的谐音 也是保国保家的寓意 2010年12月份 刚满18岁的李宝宝应征入伍 刚到部队时 在新兵思想问卷调查入伍动机一栏中 李宝宝写道 当兵不图啥 只想为国家作点啥 在武警上海总队特勤中队 特战队员们有个绝活 靠两个中置完成一套单杠练习动作 李宝宝非常羡慕 私下理智要有时间 就泡在器械训练场 把苦练 手指磨破了 贴上一层又一层窗可贴继续练 硬是苦练了一个月 不仅能完成标准的拉杠动作 还破了特战分队记录 不去战场走一遭 不算合格特战兵 2015年4月份 李宝宝第一个向特战中队支部提交请战书 远夫妻部某地担负北稳处 突任务 就你一个弟弟 去那么远的地方执行任务 全家人都不放心 文婷李宝宝要去外地执勤 大戒李玲玲多次劝阻 但李宝宝舔了心要去 李宝宝说 我是一名军人 是特战队员 只有上战场 战斗在第一线 这样的人生才有意义 西部边垂 空气干燥 多沉 昼夜温差大 像刀子似的风沙 吹得脸声疼 不到两个月 李宝宝的手和脸开始干裂 尤其是手掌的裂纹很大 稍微用点劲 血就会渗出来 拿枪训练疼痛难忍 即便这样 李宝宝硬是撑着 一个科目也没落下 每次外出巡逻 李宝宝总是走在最前面 把战友护在身后 2015年10月份 特战分队奉命补兼一伙犯罪分子 李宝宝是主力队员 顶着高原反应 在山地上分析数十公里后 成功将犯罪团伙围困在一个山头 2016年11月份 李宝宝再次提交申请 请站重返熟悉的反恐战场 他的理由是 我是老兵 熟悉当地情况 我不去谁去 以老带心 也是中队的初衷 六名具备雷稳经验的骨干 同李宝宝一起重返战场 第二次踏上边疆 比第一次任务更重 同行的战友徐一周说 有时要连续执行任务 12个小时以上 李宝宝顾不上吃饭 就在路上随便吃点干粮 简单填下肚子 期间 数次出现胃部胀痛 胆肢法瘤等症状 但他闷着不说 一直咬牙坚持 2017年4月份 在巡逻的路上 李宝宝最终因体力不止倒下了 经检查 胃部恶性肿瘤 建议转院治疗 拿到报告后 战友们惊呆了 就在不久前 李宝宝还把继续留下来执行任务的申请交了上去 这时 李任务结束还有7天 看着满脸兴奋的李宝宝 战友们宁愿相信事务者 经部队领导同意 战友们谎称要李宝宝提前回上海汇报工作 连夜飞回上海 李宝宝临行前还不停地叮嘱战友 床铺别撤 过几天 我还要回来继续执行任务 回到上海后 李宝宝被确诊为胃癌晚期 武警总队医院肿瘤科主任陈坚说 李宝宝的病情非常严重 已经到了晚期 那种钻心的疼痛是常人难以忍受的 我们科所有医生看了以后 都感到非常震惊 也只有经过战场洗礼的特战队员 才能经受得住如此难熬的痛楚 2017年7月1日 李宝宝被表彰为总队 2017年10家优秀共产党员标兵 冲锋姿态不走样 卫士依然在路上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 李宝宝的心思又飘到了边疆 他对来看望的战友说 帮我买一盆杀鸡吧 看到他就能想起在边疆一起战斗的战友 那一刻 李宝宝念念不忘的不是生与死的选择 而是继续为国征战沙场的期许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李治国